在三月份时 博服下架了几百款 在2018年之前的皮肤 其中在原计划建设之前的T2皮肤 有十余款惨遭毒手 本期就来盘点 比较令人印象深刻的几款 鲜血领主 弗拉基米尔 谈到这哥们 相信博服玩家对他都不陌生 由于血液特效 在博服都会被和谐 直接化身为石油领主 黑溜溜的石油特效 很难让人绷住 但手感是真的好 公认的吸血鬼首选T 该皮肤 也是联盟首款 真正意义上的传说级皮肤 只缺少了特殊回程动画 其他部分都已达到T2标准 非常期待一手重作 毕竟吸血鬼的模型很老 这四款重作后的老T2 努努和蒙多 是绝对大翻身 从他们的出场动画来看 就知道这皮肤不简单 技能特效蕴含的细节 更是重量级 而凯尔和加里奥的争议就比较大 他们在重作前 都是各自的首选T 但重作之后 动作对比原皮稍显笨浊 虽然特效质量与时俱进 但其他皮肤也在整体进行 导致这两款就有些泯然重人意的感觉 银河魔装机神兰博 2014年最亮的仔 全世界兰博玩家公认的原皮 如果说西部卢西安或神王诺手 在各自的皮肤里 已经具有极高统治力 那么兰博前辈 甚至还要更生一丑 做到了全制霸 虽然这样对比可能有事偏托 毕竟三者的人气和皮肤数量 不在一个量级 但机神的含金量 想必各位都有目共骨 拳头也即将在14.13版本 为他加装上边框和头像 博服大概率也会迎来返场 就像之前的铁哥们奥拉夫 既然这些老牌T2仍有返场的机会 怎么样才能快速获得点券 以备返场 或是直接去抽宝箱呢 现在拼多多游戏福利专场 一元就有机会 秒杀10万点券 现在点击视频下方链接就能参与 我就是秒到了这10万点券 入手了名人堂的标准版阿里 剩下的7万点券 留着等顶级老T2返场 还有后面的换铃小队和T1冠军皮肤 那么想要皮肤的兄弟们 赶紧开冲吧 丧尸布兰德 这款皮肤在去年9月份 跟随火男的VFX特效重作 一同迎来升级 还在舞蹈动作 加上了和大元素史一样的分身 但很多火男玩家吐槽 老皮肤在升级后都没那位 之前爆裂帅气的火柱 现在成了各种颜色的粘稠液体状 看上去的杀伤力大打折扣 其实这还不是最惨的 看看隔壁盲森那两款改成啥样 不会更新就不要更新 学别人更新 上古战魂 魔腾 这句炸裂的台词 相信是不少玩家入坑的 该皮肤上线 于2013年初 在统治力上 能和兰博后背拜拜手腕 行云流水的动作 和极具杀气的红光 放到11年后的今天仍不过时 我记得当年国服的登陆界面 用的BGM是林肯公园的那 帅的还就那个不谈 霸天灵士 赛恩 霸天系列的VETR 该皮肤上线 于2016年4月 是赛恩重做后的第一款新皮肤 也是它的首款特效皮 质量堪称炸裂 但赛恩玩家们 对皮肤比较无所谓 遇到的皮肤五花八门 什么伐木工海德利斯啥的都有 当然 霸天灵士 依然是人气最高的存在 只不过统治力不如以上的几位 毕竟开什么车 都不会影响我拆家的速度 你的娘的还真是个天才